妳先去月派洋 然後妳講東西 她說我腳不夠臭要跟我分手 媽神經病 然後怪我太漂亮 好啦 怪我太漂亮 妳真漂亮嗎 歡迎收看逆明聊 逆明聊是我們在IG上發問 然後收集網友的回答 來做分享討論 我們這次要聊的組一些分手理由 我想要講一個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她跟她女朋友 就是畢業之後 就是在一個同居的狀態 然後她女朋友有一個表妹 就是那時候轉學 所以就先暫時住在她們家 她女朋友就擔心 可能表妹的學業不好什麼之類 然後剛好 我那個男生朋友 她是以前讀書的時候 成績比較好的那種 她女朋友就請她 表妹放學回家的時候 可能要教她功課 交著交著 那女朋友就自己開始生氣了 她就找那個男的吵架 她懷疑 她表妹在色誘她 在家裡褲子穿很短 她懷疑她男朋友喜歡她 妳知道重點是什麼嗎 那個表妹 她就是國小正經病成果中 她也懷疑她男朋友喜歡表妹 對 最扯的理由 我很容易生氣 最扯的理由 第一個是妳變瘦了 我覺得變瘦原本可能是一個 另外的暗示性 妳胸部是小 胸部平平的都不會晃 這一個分手理由是 我過敏 然後南方的家人會擔心下一代基因 我就會說 我很喜歡是 混血人 混血人 看我會不會打 那如果 欸 去跟外國人約炮啊 可是這樣才留對方鏡子啊 就是跟那個人約炮射 你內X就好 我知道一個 妳先去跟外國人 然後假裝讓妳男朋友內X 然後結果妳中的是外國人那個 然後生出來一個混血人說 妳不知道為什麼不是這樣欸 可能我家族有外國肌 對 然後開始漂頭髮 就說妳看 我的頭髮 妳們有聽聽看妳現在講什麼 對 現在講什麼 這個分手理由是 沒有一起睡覺就是不愛她 什麼意思 她的一起睡覺是指 我們要同個時間一起上床睡覺 我朋友有因為這件事吵架 就是她可能 因為隔天要比較早上班 然後她就先睡 可是她 男朋友就在旁邊打電動 然後會影響動她 所以沒有一起睡覺會有兩個層面 會有好幾個層面 可能要問清楚 消失三天之後說 出了一點事 手機壞掉還在住院 但中間還有發文被我發現 被拆穿之後呢 消失到現在 一句話解決屁腿掰 我一個朋友的前任 就是說她 要出差去東部吧 但後來也是消失了一陣子 然後回來還賣了伴手禮給她 就是她是 但她還特定買了台灣的伴手禮 這個就叫專業 因為對方忘了我 所以去交了另外一個女朋友 結果我密她的時候 她才跟我提分手 沒有這一定就是比如說是打線上遊戲 然後她可能教很多我忘婆 然後就忘記有哪一個 所以忘記有哪一個 忘完線上遊戲交過網公 很多人說線上遊戲有七成都是男的 對啊 我叔叔就幹那種事情啊 她就是扮女的就跟她結婚 她就是要藥寶物啊 網店基本上 對我來說應該不算是 真正的有在交往 我還沒忘記前女友 也許有可能她跟前女友毆斷失聯 重新開始勾勾底 有一點點情遊客員啦 對我來說 我覺得可能是真的 妳說忘不掉嗎 對啊 那妳覺得是什麼原因 沒有這就是一個感情啊 也許她覺得她可以忘掉 她也喜歡妳 就像是她可能同時喜歡兩個人 我相信可以同時喜歡兩個人 但她決定跟你分手了 她最後跟你分手跟我說忘不掉 我會選擇相信她 因為我覺得這是會發生的 妳接受她的坦誠 妳長得太妖艷見惑 我怕被妳劈腿 她不就是喜歡妖艷見惑 她跟她在一起了嗎 那應該是她先劈腿了吧 我長得太妖艷見惑 妳怎麼不自己長帥一點 她當初跟她在一起 就是喜歡她是個妖艷見惑啊 然後現在又開始害怕 自卑 自卑心作孫 妳就把她當成就是 就是妳太太妖艷她配不上妳 姐啊 我家祖先不喜歡妳 這真的人就不在想什麼 就她們要講個理由 也不講一個合理一點的 如果她去算命啊 妳只要跟她在一起 妳的祖先在天之靈 就會不快樂 就會很痛 會下地獄怎麼辦 妳有適合去當算命 那我想說 那我想結論就是 那個人不夠不夠愛這樣女生而已 對啊她就隨便拿一個理由 她就覺得在下我也要講出來 對啊 這個蠻好笑的 我想要有 是有人可以帶著我去成長 而不是一起成長 那她就是想一個老師 想一個老師 她跟我被講過類似的話欸 然後她說 希望就是我們可以一起成長 但我覺得我一直在帶著妳 所以一直在地踏步 沒有在跟著我成長 妳也不講一個具體 對啊 那妳就在講成長 妳到底在講什麼 我爸爸失蹤了 然後我要去找我爸爸 所以要跟妳分手 對啊 如果今天是妳呢 妳爸爸現在已經得知了 好像在 雲南美洲智利 那妳要去那個地方去找他 妳也語言不通 妳會跟妳的利蠻分手嗎 不會 會叫我哥去找他 不是 我們當個聰明人 妳不會做這種不明智的事 就是 第一次妳都不知道妳爸爸在哪 妳要怎麼找 妳國家那麼大 妳大家要怎麼找 沒有有地址 妳有地址 但妳就是 那妳就找到他 沒有妳要咚咚咚咚 飛去那邊找他 妳就不確定地址 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妳要尋求外交幫助 解案 她說我腳不夠臭要跟我分手 很好練腳屁 在一起後才知道 媽媽神經病 我有個朋友 他跟一個不是練教 是練地下的一個男生 所以他這樣一直聞了 那其實他腋下也滿會 他要去髒和尚 我跟你講這種就是 你明明知道他是藉口 但你會覺得算了啦 好吧 應該這樣我就停 去吧 朋友的男友和他提分手說 因為他不是處女 而且很髒 但他男友也不是處男孩 然後他還偷飄忌 欸真的很生氣耶 我去那邊打他 現在還有誰在處女性之案 我覺得一定有男性 惡心 她說我不能接受 另一半有真心 應該是 男生不只要女生有真心 可是女生可能一開始也沒有說 但是到後來發現 喔 男女有真心 雙眼皮是哥的什麼之類的 鼻子是電的之類的 那他在男台 不是看上女生漂亮 對啊 大家也都是因為 想要就是更好 所以才去真心的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對錯 欸如果妳有真心 妳會跟男朋友說嗎 會啊 都會啊 沒有什麼好玩的啊 我覺得她說我是搖擂的獎貨 不是啊妳在跟我開玩笑嗎 妳這就是 在嫌棄我的外表 什麼意思啊妳怎麼不進步一下妳自己 妳為什麼要怪我太漂亮 好啦 怪人 妳這漂亮嗎 我覺得是她跟我說我祖先 叫我分手 要什麼當然共三小啊 啊妳真的做夢夢到祖先怎麼辦 不然夢裡跟祖先吵架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冷戰的感覺 然後找不到人 因為我覺得 啊妳不跟我講清楚現在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是可以去找新的男生了嗎 還是 你隨便講個理由 我都覺得那就分手啊 那妳連這都不講 她就是不見多久 妳才會發現她真的不見了 我覺得一天就很奇怪了 那幾天妳才會放棄尋找她 那我可能會先問她家人 然後家裡幫她去哪 我就會報警耶 因為我覺得她可能真的發生什麼事了 對 那如果報警也找不到人 那我就會覺得OK 那妳真的怎麼了 那怎麼辦呢 東埔寨緬甸啦 知道嗎啦 那很危險啊 因為我跟你講分手真的是兩個人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走到分手的地步 我們要好好溝通 就是不要突然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不要傷害到對方啦 就是妳至少讓對方有溝通的那個過程 妳就讓對方知道說我想跟妳分手 重點就是理性跟坦承 好好溝通 對 不要瞎掰一些怪儀 怪儀就會被我們拿出來討論 如果有什麼更扯的分手理由想分享 或是想聽我們聊什麼有趣的話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唷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唷 下次見掰掰 妳剛剛這影片買出去了嗎 妳要買嗎 這個 這個 這個一秒等一下五萬塊 我要看什麼 可是上一次觀看汁很低欸 對 你要把隧道露出來就觀看汁就很高 我等一下拿剪刀吧 他沒有畫一個暗性的洞 我要這樣啊 然後那個隧道剛好在這裡 這樣 OK 對 可以完成 Nichols